大家好呀,欢迎来到米重看剧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某一天第二集 在拘留所内,他遇见了转为恶徒辩护的律师钟翰 钟翰主动向贤秀伸出援手为他辩护 时常出入警察局的钟翰和警员们都十分熟悉 见完贤秀,钟翰又找到负责案子的警察了解情况 当听到死者身中13刀时 他意识到如果凶手正是贤秀的话 那贤秀即将遭到的刑法一定十分严重 钟翰在警局食堂用完餐再次回到监牢 他认真地嘱咐贤秀 要记住两点 首先在这个地方正义和真相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怎样的实情对贤秀更有利 其次就是让贤秀闭紧嘴巴 从现在起不要再提及关于那一晚的任何事 因为警察现在所做的任何调查与搜证 为了只是编织一场贤秀杀人的故事 特别是负责这次案件的朴组长 也就是我们上集中说到的队长 他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手上针破的案件无数 但破案和正义对朴组长来说 却是两件不同的事 钟翰口中 朴组长的厉害之处在于 他擅长制造杀人犯 所以千万不能让他发现贤秀的弱点 否则朴组长会咬紧这个口子 把贤秀慢慢撕碎 事实证明 钟翰所言不无道理 警方继续在女孩家中搜证时 朴组长看到吧台下方落下一瓶哮喘药 他想起贤秀曾说过自己患有哮喘 但他却悄悄将药瓶剪起 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而在此之前 朴组长还将那名被刮擦的车主帽子男叫来警局 例行惯例般拿出一张印着各种人脸的图片 让他圈出贤秀的脸并签上名字作为证据 钟翰告别贤秀之后 便匆匆赶往法庭 处理手中正在进行的官司 经过钟翰的辩护 涉嫌诈骗的当事人被当庭释放 但钟翰在收完钱之后 还是转身提醒了一句 让当事人是时候金盆洗手 不要继续做这种害人的勾当 同时贤秀的父母也来到警局 朴组长带着两人来到会面室与贤秀相见 并在监视器里密切关注三人的谈话 企图找出更多证明贤秀杀人的证据 钟翰并不相信正义和道德 只知道无论当事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收了钱就要为他们争取想要的结果 来到警局 钟翰看见贤秀竟然正和其他人见面 立刻闯机会面世 在得知来看望他的人是贤秀的父母之后 钟翰若有所思的回头看了墙角的摄像头 他知道镜头后面一定坐着朴组长 之后钟翰端来两杯咖啡找到朴组长 说着警方明明察觉到这个案子还有对不上号的地方 但却急着将其定案 尤其是三个月后退休的朴组长 就不要再逞强 放手让自己找出证据 救出贤秀 但朴组长并没有答应钟翰的请求 与朴组长结束对话 钟翰生气的质问贤秀 为何一转头就忘记自己的嘱咐 他不知道朴组长已经将他和父母见面的画面全都录下 一旦贤秀在其中说错了一句话 就能被朴组长窃题发挥 文言贤秀解释着 自己没有说多余的话 只是告诉妈妈她没有杀人 可这个解释依旧不能让钟翰消气 他让贤秀把自己当成法官去思考 面对一个在作案现场留下许多指纹 满身都是被害者血液 还把凶器带在身上的嫌疑人 法官会作何决断 贤秀如今的狡辩 只能证明他到现在依然没有危机意识 果然如钟翰所料 局长翻看着贤秀的人证和物证 遗憾地表示 如果他能主动认罪 就能完美地移交解放 朴组长立刻理解局长的意思 识趣地答应下来 自己会让贤秀认罪 局长见状立刻笑逐言开 随即说起 自己的好友是某大公司的管理者 在朴组长退休之后 自己会引荐他 进入朋友的公司继续谋生 紧接着朴组长来到监牢 支开看守的警卫 企图说服贤秀认罪 但贤秀始终保持接默 还提醒着朴组长 他不应该在自己的律师 不在场的情况下 单独找到自己谈话 这句话将朴组长读了回去 让他心生怨恨 于是回到办公室 朴组长便宣布 立即将贤秀移交检方 可就在这时 网络上出现了一篇报道 说的正是这起谋杀案 作者署名是江记者 这名江记者 时常为了挖掘最新的案件情况 来到警局蹲点 这天他借着请两名警员吃饭的机会 打听到这起案件 并用充满噱头的标题 增加了案子的舆论曝光度 于是被警方封锁了女孩家门口 多了许多电视台的记者 前来采访报道 这对警方来说是一种麻烦 对钟翰同样也是 夜晚他回到律师事务所 说是事务所 但只是一间位于老旧楼层的居住房 钟翰的晚饭是一碗泡面 他一边吃饭一边往患有皮肤炎症的脚伤 涂抹红身药水 生活略显邋遢 钟翰其实离婚多年 女儿有前妻抚养 一日一早 女儿便打来电话 说着自己想要小提琴 同时前妻提醒他 上个月的赡养费 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卡上 钟翰解释 最近自己太忙 会尽快给钱 说完前妻挂断的电话 今天是贤秀移交解放的日子 朴组长刻意找出一件十分花哨的衣服 让他穿上迎接记者的拍摄 另一边他还申请了扣押搜查令 闯进贤秀家中 将他父母和妹妹的东西全都拿走进行调查 朴组长似乎打定了主意 把这起案件作为退休前的收官之作 一定要将贤秀定罪 朴组长来到检察院 对着检察官惩上贤秀的案子 开始逐一分析目前所掌握的各项证据 听完朴组长的话之后 检察官也意识到 这起案件虽然证据全面 但却唯独缺少犯人的自白 这样一来 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去证实 这场起诉会变得比较麻烦 检察官询问朴组长 如果自己同意起诉贤秀 他是否有决心打赢这场官司 朴组长回答一定会的 但检察官却看见了他有些许迟疑 正在这时 钟翰走进检察官的办公室 殷勤的现场一只玫瑰花 引得检察官开怀大笑 随后贤秀的案子开庭 他的父母也来到现场 紧张地等待着 在走进法庭之前 钟翰安慰贤秀不必紧张 这场庭审并不是在给他定罪 只是决定是否对贤秀进行羁押 看见贤秀居然随身带着哮喘喷雾 钟翰询问之下得知 竟是朴组长拿给他的 这让钟翰有些在意 因为朴组长并不是这种善心的人 庭上检察官进行了对贤秀的控诉 轮到贤秀发言时 他再次否认是自己杀害女孩 钟翰也为他发声 表示自己与贤秀也想努力证明清白 并找出真正的凶手 因此不必采取羁押调查 更有助于他们的工作 双方陈述完 羁押审查到此结束 结果会晚些公布 一离开庭审现场 将记者又开始缠上钟翰 想打听这起案件的内部消息 钟翰对江记者颇为不满 正是因为他先前写的那篇文章 就像是把贤秀定罪一般 但江记者回答道 就算如此 这起案件的影响力也已经扩散 说完他看了看 围在检察院大门外 满满的记者们 而贤秀在拘留所中坐立不安 终于到了一晚七点 他看见来人不是钟翰 而是朴组长后 便知道自己败诉 更要被押送监狱 他再次失控哭出声来 对着朴组长说着 他真的不是凶手 但是哭诉无用 夜晚贤秀就被押上球车 在磅礴大雨中来到监狱 在领取球服和生活用品之后 他就被带进关押的牢房 看着满目的铁窗 贤秀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迷茫 本期结束 好了 这集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哟 拜拜 拜拜 OK